第一件事就是關於Jordan的Tatum 1 Jason Tatum在明星賽中獲得55分 破了2017年Antonio Davis 還有2053分的明星賽紀錄 這個紀錄是否很重要的東西呢? 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你看這次明星賽的娛樂性 還是輕鬆程度是否真的要去到這樣呢? 四節都是打零防守 瘋狂地扔 你說這次真的很好看? 說不上 我某程度上覺得如果要這樣打 我寧願雙方認真點、緊湊點 可能在感官上更刺激 這種表演成份又未去到像哈林籃球那樣 娛樂性又未去到高 你這樣扔阿尼瑞瓶 如果扔了50球之後 其實你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Anyway Jason Tatum 成為了2023年All-Star MVP 他的鞋子亦都在同一個日子 亦都穿了上腳給大家看到 他穿上腳 一會都會看到一張照片 其實他今代 你見到他中間穿了一個洞 即是無論中底部份 中底部份穿洞又不是新東西 但今次勁在什麼呢? 前頭都穿了洞 所以只要減輕了在鞋子底的用膠 始終都會輕一點 而在鞋子底部份輕一點 你不會像穿劇般 即是清常那一刻那麼重 質感上是有機會好一點的 不過呢 最詭異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例如你看這隊的樣子 例如例子 Translucion Rubber 就在前面這兩塊 其他就是Solid Rubber 其實會不會是貼路面積再少了 再有Track%就再低了 究竟是否真的 而步道中那麼好呢? 這個就真的要試我才知道 但他叫做前掌用了TPU 再加上那個叫做中底Zoom 所以他前掌的部份 他就嘩 就是Zoom Air 氣墊不失場地感設 亦都會帶來能量回饋 在TPU的硬度也都提升了 前掌到前掌的部份 所以發力的時候就會更加好 這雙鞋主要針對 Jason Tatum 用前掌落地 那種打法去設計 習慣用前掌落地的朋友 可以根據這一點去試一下 其他什麼網面 那些什麼鞋箭鎖定 其實鞋子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又不是太特別的東西 整雙鞋 總之他主力部份 就是他前面這個位置的TPU 和中間扭空的部份 再加上Zoom Back 究竟 這個組合會出什麼效果 其他應該都是正常操作 再加上他兒童鞋款 他會摺摺後斤設計 所以小朋友會比較容易穿著 但是就沒有空間 即是樣子就像 認齊 神不像 對我們大人來說 當然是只要關心 究竟 這個Zoom Air 加 TPU 究竟性能 以及實際在牆上的表現是怎樣 第一波會有四隻顏色發售 眼前見到第一隻顏色 不用問一下Zoom 第二個顏色就是聖Louis 第三隻就是Barbara Shop 我自己就幾喜歡 反而是聖Louis 以及要Barbara Shop 這兩隻顏色 Barbara Shop 這顏色有一次GT Cut 1 一開始出一隻色的款式是有少許相似的 而這隻白藍色也是比較傳統 老人家喜歡的顏色 未知白服白凡魚 我自己喜歡 第四隊已經是這隊Ping Lemon 你見到 他的明星賽也有穿著這隊粉色系列 所以大家就觀乎 現在究竟是一個會不會貼著MVP 再加上全John Brand最輕的系列 就成為一個大家追蹦的焦點 未來應該是四月左右發售 所以都再過一段時間給大家想想 好了 Air of Jordan 13 Playoffs 我的朋友就說很想買 我就見到就說 其實這次的造工普通 你問我其實這隊鞋 是不是很值得追蹦呢 我自己就覺得 真是見人見智 當年我自己都不是說 真是超高的 因為其實13x14 Playoffs 其實14個Playoffs就是快利設計 13E就是硬橋硬馬打的 當時來說是否很吸引呢 其實11x12太經典了 13覺得樣子有點怪 還有實戰來說 其實到這個時刻 我相信真的一般 所以究竟你對Jordan 的情懷有多少 就看你買不買他身上 反而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Jordan 通常都是11 尤其是11Lo 11Lo因為本身不是網面用皮面 那個質感就更加 即是來得樣子更加叫做Elegant 11這陣子就喜歡玩女裝 今次的Yellow Snake Skin 就是女裝來的 跟上次有一隻白色粉紫色的一樣 這隻黃色蛇皮 都是叫做女裝款 今次的女裝款 蛇皮應該都是手法式來的 因為好像從來都沒有一個黃色蛇皮款 黃色的款好像都有出過 但是黃色的蛇皮款 就應該一定是新的 所以就看看有沒有朋友 特別有興趣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想男生穿 不是不行的 其實你穿到美國 英國 其實鞋子好 真的去到男裝都買到 你真的要穿 是不是不行的 但是 你會不會追寶一隻女裝款 我自己覺得外觀上 男女都穿到黃色蛇皮 所以就不是很難carry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好了 來到第四個news Kobe for Pro 吵新藍色 以Kobe Bryant 的女 Genia Bryant 為設計主軸 所以會有二號球衣 生前所打球的女媽 Barbolas 那方面的概念 都會在 其實也是 很 depend 就是你覺得配色 對不對 你說 你知不支持Gigi 那種概念 那方面 老實講 去到我們這些 就真的 就是覺得很特別 但是 你的牌款 各方面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你的心水 就是考慮的地方 Kobe for Pro 吵新藍色 都是一雙幾十戰型的球鞋 所以 顏色 如果你買得到 都可以想想 好了 今次想提及一下 跑鞋 Wi-Fi Fly Free 這一隊 其實我相信 就是老問題的東西 就是 Zoom X 去到有幾彈 其實其他網面部分 我覺得 鞋面部分 在Nike 的跑鞋 近兩三年 已經去到一個 幾盡的 有時都不是太大突破 但Nike 的鞋 其實都幾難駕馭 以跑鞋來講 因為它的中底部分 那個緩震部分 或者法力部分 它在這麼多的牌子裡面 叫做最彈 但也因為這麼強的推進力 你真的在跑鞋訓練 各方面 腳板的銀性 膝頭鞋的銀性 發力要求更高了 還有跑鞋來講 更高了 近這幾代 當然有很多朋友都會穿的 但是 就變成其他的品牌 例如 Access New Balance Miguno Adidas 反而多回其他榜場客 因為 這類的設計 當然是推力太強 但是 例如濕水 很多不同的測試 而言 Nike 的分數 反而不是這麼高 不知道今次的Vipro 3 會不會 在其他部份做好一點 因為 Zoom Mix 的推力 真的不太懷疑 但究竟是 鞋面的包裹度 鞋底的物料 即咬地性能 因為其實這類的設計 鞋底物料 都用了幾久 就算我相信新的 跟早兩年推出的款 都是幾似 你說是否很不拔 當然不是的 但是 它跟其他品牌 是否有少許差距 可能是 這一點就要看下大家 即是 跑開喜好 跑開 跑去 室內 不是太跑室外 可能會很強的 但是 跑開很多不同的室外場 會不會有同一個效果 就真的要等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其實 其實Asses的跑鞋 尤其是Limibus 的系列 都沒有什麼好研究 因為都是一些 叫做大陸的 叫做高級版的 慢跑鞋 所以都適合人群 特別多 今代就說 自己是最舒適的跑鞋 也是一個最軟體的系列 相信也會有很多 即是不同的朋友 會有興趣去留意 Limibus 即是25代的 這對Pure Gel 我自己又沒有試過 24代 又試過一下 25代沒有試過 究竟這個Effect Blast Plus 究竟是不是 即是比之前更強一點 或者各方面的東西 是不是更好一點 就真的要 試上腳才知道 但這個系列 我自己覺得 不過怎麼說 它本身外觀改動 又不是真的超級大的 所以你跟兩袋一買 差不多 三袋一買都可以 即是AXS的鞋 兩三袋換的差不多 即是跑鞋來講 我跟那些女兒 即是兩三袋換一換 因為我本身兩個女兒 有一個真的穿Limibus 一個真的穿Cayano 所以它們都試得好足 因為它們腳換都大了一塊 又穿得多 又大一塊 所以它們對這個實際的測試 亦都頗多 如果真的之後有空 都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它們覺得 就這兩款鞋的感受 最後一個News 講回Nabon Dream20 這對明星賽後 嘩 這麼好賣 我都都按不到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按到 我都幾經辛苦才按到 對US9 現在簡直是 都都買不到 但我又不見到 很多炒價 為甚麼會整雙鞋都沒有了 最詭異的地方 就是它出明星賽 打都穿黃色 不是穿粉藍色 即是它是開場前穿粉藍色 它打的時候穿黃色 真是不知道玩甚麼 我的觀看當然是帥 我自己都覺得 我跟大家講過 我之前都覺得 這個反擊這樣是挺帥的 但我又想不到 真的這麼好賣 即是這麼多款明星賽系列的球鞋 是Nabon Dream20 真的買斷 其他就真的不斷 不知是因為 連時已高 可能都差不多時間 還是 即是大家真的覺得 這個外觀非常吸引 但anyway 即是做你入到手 好了來到今天 最後一個News 來到講最後一個News 之前 我想講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 這對PumaCrossel Obama 這一對Quad Basketball Seals 我初來以為真是眼花 以為打多一個零 即是有甚麼理由 這對買900元 磅 再翻查回香港 的確是買8990港幣 所以 這個900磅是真的 那這個款 如果買900磅來講 要找水買嗎 大哥 我都說 你真的可以打多一個零 的眼花 即是怎樣搞 原因是甚麼 你想想這一對 賣給 這對 如果大家網上看片 其實 都有看他怎樣 交給 Jar Moran 即是這對鞋 Zawarski 這對鞋 本身的樣子 雖然是全黑色 但你看到 全是水晶 鞋底部分 也都 非常之型 你看這些位置 漂亮得如何 即是有時候 鞋款設計 都不是最重要 你想想 放些甚麼料 最重要是12am 這個設計 表揚他在12點 還在練球 就是這樣的型號 但你看各方面 一去翻了皮面 各方面的東西 做完之後 整對鞋 雖然好像 一對板仔鞋 但 的確高級感 就甚麼都翻了 如果這一對 賣4000元 就真的 非常之划 我反而覺得是 即是這一對 賣4000元 是划算的 但如果你說那對 賣900磅 就真的 真的搞不定 如果這一對 如果大家看外觀 這個全黑色加水晶 不知道他會出多少 我自己見到 就應該是 大概是 500元 400元美金 就是 400元美金 即是 無論如何都要入手 400元美金 入這雙鞋 即是你不要管水晶 或是甚麼部分 即是他收藏價值 這雙鞋是有的 還有 他本身可能 鞋盒都幾靚仔 所以大家 都可以 密切留意一下 這雙JAR1 究竟有沒有機會 買得到 我自己 就真的覺得 真靚仔 但我相信 都不是那麼容易 買到的了 即是如果去到這一對 400元美金 如果那對是900磅 這對400元美金 就可以想像到 潛力在哪 但 anyway 最好 大家買甚麼都好 不用抄甲 就最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 是下方的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就收相關資訊 拜拜 當然 我們會忘記